源自欧洲的新兴乐器《手蝶》 是一种结合了节奏和旋律的乐器 看似敲击乐器 却不用大力的重击 就能够发出抚慰人心的轻柔声音 位在吉安乡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邀请了驻村艺术家 教导民众如何以双手体验发音域的振动频率 认识基本的音乐理论 演奏个人化的手蝶音乐 地球上正平最高的乐器之一 由类似人以印度的桃冠谷与钢谷为灵感 发明了手蝶Hand Pen 近年常在台湾街头表演看到 透过声波共振 在敲打时产生共振效果与翻音 造就手蝶独特的声响 位在吉安乡的慈恩国际艺术村 特别安排来自英国 接触手蝶五年时间的David 担任手蝶工作方初阶班的老师 教导民众基本技巧 音乐理论 从中找到和自己个性连结的发音技法 因为我们观察到这个 我们花莲的山水环境 非常适合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灵动的一个音乐形态 所以特别找了David 刚好他在台湾 也在努力的推广 手蝶的音乐跟创作 所以David就 我们邀请他来住村 然后来跟我们花莲的民众 来分享各种不同手蝶的表演技法 我认为花莲莲是一种最好的地方 如果不是最好的地方 在台湾做这些地方 你知不知道 这些人在 最后在这些艺术村里 有很多创作的人 有很多创作的人 所以 有更多创作的能力 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呢 David就是很注重在不同的 这个handpan的一个手法上面 然后同时呢 也会去领导学员呢 自我在摸索handpan不同的音律上面呢 去抓出自己喜欢的一个律动感跟节奏 所以呢 比较强调的是学员的自发性跟原创性的一个摸索 而非就是说 按照很标准流程式的那种机械式的教育 那David也很喜欢在户外教学 喜欢跟大自然做一个结合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在持人艺术村 可以跟其他创作者一起交流跟碰撞 然后一起推广艺术创作 有两块半壳状葡钢板构成 宛如飞碟 置于盘腿上 以手张手心拍打或手指敲点出声 手碟顶部中央凸点 是上部的基准音 围绕它分布的凹点 每个点都有一个音高 手碟底部则开有一个内卷的低音孔 甘蔗清澈的空灵月音 也与钢面的密度分布有关 有兴趣的民众想了解更多 可搜寻点书本事页 慈恒国际艺术村 接着掌方艺自然相报导